蔡英文的最大利益 和台灣老百姓的最大利益 是不一樣的 不要去想那些和平獨立的事 它怎麼會讓你獨立呢 因為大陸是絕對不可能的 也不要去想說我維持現狀 怎麼可能維持現狀呢 現狀天天在變嘛 台灣老百姓要清楚 蔡英文的利益不是我們的利益 他不是我們一般的正常人 他就是孤家寡人 富家大小姐一個 所以他想的全是他個人的利益 所有的台灣的這個軍事演習 第一個演習的科目 就是元首如何逃生 他就是一意孤行慣了 張老師您剛剛那這一圈 講的都是各個國家 以及國家裡面的人物的最大利益 美國在追求美國的最大利益 美國知道美國的最大利益在哪裡 對不對 當然北京方面也知道 北京的最大利益在哪裡 烏克蘭您談到的這個問題 我非常謝謝您在節目前 把這個文章播給我看了一下 真的十分精彩 我覺得烏克蘭的像斯林斯基之間 他知道自己的最大利益在哪裡 但是他不是代表了烏克蘭這個國家 或者老百姓的最大利益 問題在這裡 我們再把話題轉到台灣 蔡英文的最大利益 和台灣老百姓的最大利益 是不一樣的 我今天做這個節目對不對 我想跟張老師談這個事情 就是說台灣的老百姓 必須要知道 你的最大利益在哪裡 還是長遠的最大利益在哪裡 我個人我趁這個機會 稍微發一點牢騷張老師 我個人覺得 不管是為你這一代著想 或者為你的下一代著想 或者下一代的下一代著想 唯一的最大利益的長治久安的一條路 就是和平同意 是 我 因為我從一個很現實的現實 我把所有什麼國家民族啊 什麼東西都把它拋開 最現實最現實的角度來看這個事情 台灣的老百姓必須要去決心 第一個 蔡英文代表的不是你的最大利益 你要爭取你自己的最大利益 因為 一定要主動 你不能在那邊再有種僥倖的心理 這邊拖一點那邊拖一點 那只要和平就好 這個對我來講 我覺得是沒有辦法達到真正的 所謂的長治久安的 那所謂的最大利益是什麼呢 我還是那句話 我想不出第二條最好的最大利益 就是兩岸之間 能夠把這一頁翻過去 共同的來著力於中華民族的復興 台灣成為一個長治久安的地方 鄭老師我的想法有瑕疵嗎 有漏洞嗎 沒有 我覺得你的想法是我們這個 凡是對這個國際情勢 對兩岸關係稍微有點涉獵的人 都應該有的一個想法 共同的想法 你不要講我們了 你想那個商人馬斯克 他其實我想不是那麼懂政治 可是我覺得他對烏克蘭和對台海 所提出來的兩個建議 是非常符合這個現實主義的 而且也最符合烏克蘭的利益和台灣的利益的 他對烏克蘭的建議是說 你就停火吧 就是已經被俄羅斯併掉的四個州 你就簽個條約割給他算了 那你就地停火 取得和平之後 剩下的地方你還可以來重建 免得給其他人插手的機會 然後他對台灣的建議也是很有意思的 他就是等於是呼應了大陸的一國兩制 他就說把台灣建成一個特殊的行政區 特別行政區 而且就是說在一定的條件之下 給台灣一些國際的空間 讓他可以去發展 你看他連這個東西 連國際空間他都給台灣想到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馬斯克真的是不能小看他 他一個我看他在政治上頭沒有涉獵很多 只是一個很有名的商人很聰明 可是他提出來的這個想法是可以說真的是可以解決問題的 所以您剛剛講的很對 就台灣人來說的話 其實你可以 我們不要談國際現實了 我們就是談一個普通的常識來講 我們每個人一定有很多的 就是期待想要去實現 但是我們有可遇的就是我想要的 跟可急的就是我能做得到的 我們大概可遇的 我想很多東西我可能都做不到 但是可急的事情呢 我是可以做得到的 通過努力啊 那我可以實現它的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要做的就是說 我能力所及的事情我才去做 不要去想那些和平獨立的事 他怎麼會讓你獨立呢 在大陸是絕對不可能的 也不要去想說我維持現狀 怎麼可能維持現狀呢 現狀天天在變嘛 8月4號這個圍倒軍演之後 現在兩岸的這個情勢 他這個現狀 跟佩洛西8月2號訪台以前會一樣嗎 不一樣了嘛 所以呢 第一個台灣人要有這樣的一點認知 第二個就是說 要台灣人要搞清楚 就是說你的地緣政治的地位 就是決定了你的宿命 你今天台灣住在中國大陸的旁邊 那就是決定了你跟中國大陸是分不開的 切不斷的 就是有這個地緣政治的宿命在的話 你就想你能不能夠 跟中國大陸繼續這樣子對抗下去 而你對抗有什麼好處 台灣老百姓要清楚就像你講的 蔡英文的利益不是我們的利益 對 蔡英文說句難聽一點的話 他不是我們一般的正常人 我們一般的正常人 我們有正常的父親母親 在一個正常的家庭裡頭生活長大 然後我們有正常的兄弟姐妹 我們有這個配偶 我們有子女 所以這些關係會讓我們學習 讓我們成長 知道在哪些地方我們要忍讓 知道哪些地方我們要寬容 知道我們要去照顧團體的利益 這個家的利益 可是蔡英文她是孤家寡人一個 她除了幾隻貓之外 她的生長的環境 她母親是第五個太太 你可以想見到在她家裡頭 這個家庭關係不是很正常的 她沒有結婚 她不需要跟任何人說婚姻生活裡頭 要尋求磨合 相互遷就 她不需要 我就是遷就我自己就好了 她的兄弟姐妹有 但是都不是同母的 所以那個關係一定不是很密切 那她也沒有子女需要照顧 說我有責任要擔 她沒有 她就是孤家寡人 富家大小姐一個 所以她想的全是她個人的利益 所有的台灣的這個軍事演習 第一個演習的科目 就是元首如何逃生 所以她想到的都是她自己 她不是正常人 所以老百姓要搞清楚 蔡英文的利益不是我們的利益 她就是一意孤行慣了 所以像在選舉裡頭 她要護航某個人 這個人即便做得再壞 所以我覺得台灣老百姓要覺醒過來 就是說要想想 我們普通一般人的利益是什麼 我們普通一般人的利益就是 就是追求一個安定的 有一點小缺性的一種生活 能夠衣食無慮 能夠晚上睡得著覺 安全 對 安全 這個就已經很滿足了 也不要打仗 不要擔心自己的小孩要上前線 不要擔心明天炮彈会打到我家门口 或者把我的房子摧毁掉 这就是我们小老百姓的这个确信 所以我觉得台湾民众就是自己要决心 因为民主政治说句难听的话 就是自作自受的这个政治 老百姓因为容易被欺骗 被铺天盖地的媒体的一些宣传所蛊惑 被现在的网络所蒙蔽 被现在的网军所带风向 所以他对政治人物的了解是很有局限的 那对一些意识形态是很容易受到这种影响的 所以在台湾今天我就想不清楚 这些这么多的台湾老百姓 以前都是很善良的 即便就是说你对于所谓的外来政权 你有一些不满 可是政党轮替了那么多次了 陈水扁时代或者蔡英文时代 他轮替之后他执政交出来的成绩 比被轮替掉的国民党好吗 还是更差 至少在马英九时代 你还有23个邦交国 现在你只剩14个了 在马英九时代 你至少可以还参加这个WHO作为观察员 还可以参加这个ICLO 这个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作为特邀的来宾 你还有比较多的国际活动空间 可是今天就都没有了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温温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